曾经说过,长实公布了业绩 不如刚刚开始 Sandy So想问,开市前是否最好 中长线怎样提?长实还是长和,比较值得持有呢? 其实两种业绩,业绩都是好的 昨天出来,因为最主要有一个比较强的复苏性 始终按年上比较,去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的环境 无论国内外都不同,或者很多行业都不同 所以有一个比较强的增长 还有好处就是两种,你看到它赚多钱之下 其实都很狠是排出多些息 虽然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你计算两种的息率 其实都有大概三厘多和四厘多 其实是一个不低的数字 所以我想两种也是OK的 但如果我自己去选 我会偏向长实多一点的 一一三 因为始终就,虽然比较长和 这一刻的息率可能低一点 因为它是三厘多,长和是四厘多 但问题就是业务的情况 虽然刚才提到,整体都有复苏性的两只刀 但如果以论前景上说 长和的不确定性始终是多一点的 因为始终它本身多一些外围的业务 例如油、能源、其他港口等业务 全部都比较和经济的高 这个好看就是外围应对疫情各样的因素 但是反观长实就比较稳定的业务 例如地产或公用业务为主 相对业务前景我觉得会强一点 所以看股价也是,其实长实的股价 都比长和弱很多 而且以长实之前 都向李嘉诚基础部做了收购 那样东西来说,那些收购 其实未来就会长实的派息 都有机会再增加 所以我觉得整体对中长线来说 长实会比起长和更加理想 所以如果要买在中长线持有之外 是收购的,又觉得比较稳定的 我觉得选择长实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也一样,其实这样的部署 就会分阶段吸入比较好一点 这次人继续的一篷